你好 欢迎收看12月23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花联县今天向圣南宫举行 112年太平洋妈祖文化祭 反腐禀报及公营大使妈祖绕境活动 由县长徐正卫率各局处首长 和圣南宫的主委吴建志亲自公营回鸾 也和信徒共同绕境祈福 祈求天上圣母彼佑花联县献运昌龙 县长徐正卫 圣南宫主任委吴建志与众多信徒 接驾在吉安路口接驾两村妈祖 新闻学生表示108年路跑妈祖首次抵达花联 随后在109年文馆沙妈住驾花联圣南宫整整三年 陪伴大家度过艰难的疫情期间 感谢吴主委和圣南宫不迟入城的辛劳 将太平洋大使妈祖和吉安妈千里迢迢安全送回 他由衷感谢台南正统若门圣母庙 学习每年都有妈祖、驻守东台湾 养居花联的信仰以及向心力 他能正同若门圣母庙长久历史以来 并喊着众多令人惊心乐道的神迹已典过 今年来文馆沙妈又曾入口妈祖的名声 更是广为人知 在阴影机会之下文馆沙妈住驾在太平洋一方 在花联圣南宫打三年之久 我想今天是我们这个正统若门圣母庙 走拜驻花联圣南宫的这个光光大使的妈祖 大使妈祖今天这个来花联这个道径 为止两天二十三号跟二十四号 今天现在我们已经走到这个太上全武功 那我们晚上预计会走到这个山山古王庙 我想可以经过的民众都能够这个持相案 然后来这个恭迎这个妈祖的到来 那妈祖所到之处一切平安吉祥 也给花联赐福 希望花联的乡亲都能够踊跃的出来这个参与这个绕境 随着疫情的结束和工商复苏 妈祖指示续返回台南府城正常若门圣母庙 并且命名为凡府禀报 在正式派任驻太平洋之大使妈祖 自奎马年2023年开始 每年将您派大使妈祖 以及年底有太平洋一方凡府禀报 将成为每年东西两岸最令人期待的宗教盛世 象征着信仰以及文化的持续交流 以及对传统价值的深刻尊重以及传承 记得喜欢关系节目到